张雪 我想给你个酒洗 看不了 我又买了 那给你开玩笑你先吧 今天是5月21吗 对啊 5月21 安文你不浪漫一把吗 给我买个大转结吧 咱这个系数了吧 很多东西你就应该看淡了 别走形式主义 还是买这吃的吧 比较实在是吧 现在吧这个青岛的台东三路这边的 这个烟火气吧已经上来了 不管白天和晚上啊 来到青岛啊 这个地方必须得来的啊 这个啤酒皇后这个啤酒超市 卡位很准 全都是你们的酒啊 还有带团鲜花业务啊 这是人家团的还是什么的 待会儿俺老婆过来 我接着用影拍个照片行吗 这个啤酒皇后 在台东这边吧 专门是这种开价卖散啤酒的 现在这个店很火 你是没晚上来 晚上来的话吧 他们家光排得得打啤酒了吧 听说都能排出七八十米的队了 四场大灌三块五 现在市里面一般都是四块钱一斤 你们这位置这么好 一天得卖好几千瓶吧这个 是不是差不多吧 对差不多 四种口味 对四种口味 好的 谢谢啊 青岛一大块 鸡酒打进四落店 这会让你见事了吧 青岛是一个半岛 这个半岛是三面环海的 在这个半岛的重中心呢 地图的重中心 就是青岛的台东 这个台东呢 这个夜市呢 就是这个贯穿了 就是重中心的重中心 你知道吗 他这个店在这个地方 我估计房租一年也下不来个七八十万 但是我想不明白的一点是什么 他这个房租啊 这么贵 你还卖这个青岛的四场大灌 三块五一斤 那是我觉得他觉得脑子有点 他们就是玩低价的 你知道吗 好亮的 漂亮 这边还卖一些青皮的 很多店里面都见不到的一些皮 美酒佳人 福禄寿金边版的经典1903 在这个超市一站四 青岛啤酒的很多的 你见到的 你见不到的 你想到的你想不到的 进口酒也有 人这个店还真是不让你做 这是人家这个大洞子 我们在这个门口 反正能弄点小吃 就这么吃点吧 这点小吃 可以说上千种 我这小吃太多了 用这小吃作为下酒菜 这真是平时还是第一次 你想吃什么小吃吧 直接上这个旁边行 青岛的啤酒屋 中国文化最早的一个 就是用袋子 当然没有吸管 用袋子打酒 知道吗 现在打着回家的也有 但是喝点味的 人给设计上个吸管 还是挺超前的 我觉得如果再设计上个项链 挂在脖子上 一面吃一面喝一面吃这里面的菜 那够好 来说 这种酒 这不是一种酒 你们这酷是不是离这儿也不远 不远 那还行 这一天 一天反正没酒了 就在那下上一吃 没酒了就这样 这里还有一个 你这个啤酒皇后 跟那边是一家的吗 我说我看你这个气息挺华丽的 怎么样 你是不是觉得今天特别浪漫 你家我耳机真有意思啊 朝天带我在这儿皮油餐转油 多浪漫 浪漫什么浪漫 我领你体会 请找皮油谷的蘸味文化 知道厉害了 来 喝酒吧 别喝酒